有個優點就是說 它基本上還蠻簡單的 而且你如果把它刪掉的話 它就自動delete,它就不見了 另外的話,裡面當然公式也不會被看到 因為我現在把保護取消掉 我把保護加上去 然後你會發現公式也不會被 如果你care這一點 但如果你不care那沒關係,你公式就擺著 只是說有個缺點,就是說你存檔的話 它的檔案,我看剛剛是膨脹的比較大一點 大概變3 本來是幾K而已 即10K,現在變幾萬 就是說大概變37Mbps的大小 所以它缺點是你的檔案會變大 但如果你不care的話 因為30幾Mbps真的啦 現在隨便一個隨身跌 都比這個大太多了 所以也應該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啦 但如果你care這一點的話,我建議你可能就要把它改成VBA了 那只是說VBA要怎麼改 OK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 檔案比較大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會 突然間它如果存檔的話 它可能存得比較久 然後就突然變成這個畫面 並不是壞掉 只是說你要等它一下 但是還好我們現在我們這邊電腦速度還蠻快的 可能不會等太久 但如果你電腦是比較老舊的話 哇,那可能要等很久 所以這個也是個潛在的問題 那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假如說我今天 我要把它變VBA的話 如果我今天不像剛剛這樣做 我用VBA來做的話 那我可以再複製一個工作表 這邊就改成VBA 那做法當然比較困難 我提供一個 一樣喔 把那個 這個 B2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把它delete掉 這邊的話一樣 把它做下拉清單 這邊全部把它刪掉 這邊下拉清單還記得 Ctrl Shift向下 到最下面 做什麼呢 資料裡面的那個資料驗證 那把它改成清單 來源的話呢 一樣就是從那個 Booking ID裡面來 按確定就可以 那每一個每一個 就都會有一個下拉清單 但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是要動態丟過來的話 動態喔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說 你可以用那個 一個叫 Worksheet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 勸決的事件 那第一個當然一樣要 打開VBA了 OK 所以第一個喔 如果你要寫啦 不要用那個 複製公式的方式來做的話 難度比較高一點 是真的 OK 只是我覺得這個 當然相對的困難度高 怎麼講 他不會 多出很多的檔案 這大概好處在這樣 所以呢我們就進到Visual Basic裡面 接下來找到什麼呢 找到你的工作表物件是哪一個 那因為我的工作表物件是這個 BioList 這個有沒有 第四個 點兩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他的事件就會停在 這個工作表 當他 被 Change的時候 Change 記得喔 不是Selection Change 當他有個事件發生 Change的時候 那我就把程式寫在 這個Change裡面喔 這個把它刪一下 Selection Change可以把它拿掉 字把它放大好了 把這樣看起來 不太清楚 14好了 按確定 OK喔 當 這個工作表 哪個工作表呢 就是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你不要選錯了 不然有之前有同學 選錯位置 弄半天 結果都 不工作 原因是 你選錯了 OK喔 當他 Change的時候 他會用 Target 的那個 物件參數 告訴你哪裡變動 他其實是 Range 他實際上也可以當一個 一個範圍 也可以當一個儲存格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是當什麼 當這個A欄的 這個地方Change的話 那幫我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反之就是說 如果他清除的話 幫我把它清掉 所以喔 我想因為這個 程式稍微 複雜了一點 而且蠻多的 所以我就直接 拿雲端上面的程式來說明好了 主要的話呢 就是中間這一段 Worksheet Change 到End Sub這一段 OK 那特別注意喔 裡面的話呢 我基本上呢 我把這個中間這些程式 先拿來用 Ctrl C OK 然後呢 把這個程式的話呢 把這邊 貼到這裡來就可以 中間這一段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 Round一下 基本上喔 我如果 預設這個把它Delete 掉了 它裡面是空的 那如果下拉的話 Change喔 有沒有 那如果這個 換這個 有沒有 其實它沒有預先寫喔 這背後其實是空的喔 沒東西喔 那它怎麼Work喔 特別注意喔 當我點選的時候 A5的除辰格 Change了 有沒有 那A5的除辰格 Change的話 那A5的藍 是不是在第一藍 是吧 D藍 所以喔 我這邊有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Target就是說 變動的那一個藍 Column 等於1的話 就是A藍 有變動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接下來我就判斷說 那個裡面是 Is empty 意思說呢 我如果刪除的話 假設喔 我如果是把 這個 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刪掉的話 它就會跑什麼 跑刪除 那如果說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是把公式丟過來 那這個公式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 之前的那個公式貼過來而已 OK喔 我先Run一下這個好了 假設我把它Delete掉 應該是跑這邊 把這邊 做Delete 有沒有 它就什麼 它就跑這一段 那如果我選取的話 應該就跑這個 那跑這個的話 你想說 老師那到底 BCDEF 這是放什麼公式啊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呢 我實際上是拿前面的這個公式 直接把這個公式貼過去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貼到它的Sales的 特別注意喔 跟什麼呢 跟變動的那個同一列 變動的那個同一列的話 特別注意 你可以用Target.Raw 關鍵地方來囉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變動的那個 假設我下拉清單的話 是在 這一列的話有沒有 那它是第五列對不對 那它的同一列的話呢 那就是 BC 就是 B5 一直到F5 那我怎麼去 把資料變動喔 這邊之後我就是 直接把公式貼過來 這邊把 這個剛剛不是 把那個 B欄的公式 這個公式喔 從這邊喔 Ctrl C Ctrl V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Ctrl V貼到哪裡呢 就貼到這個公式裡面 雙引號裡面喔 有沒有這個跟之前一樣 有點像丟公式啦 因為如果你不用丟公式的話 那 複雜度會比較高 那可是問題來了喔 但問題喔 這邊有A2對不對 這邊有A2 那以後如果丟過去 那都指向A2的話 不對啊 查都是查A2啊 不對 應該是這個2 這個2 跟這個2 應該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Target.Row 意思說跟那個 你變動的那一個 列應該是同一列喔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把這個Target.Row 這個參數 把它丟到 A2的2 這個地方 就是2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一個 然後這個2也要把它改成 改成這一個 OK 怎麼改喔 其實改的方法 跟那個之前改 A1的方法是一樣的喔 改的方法我改這個 1 把它什麼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然後再把什麼 把Target.Row 直接就放在AND裡面 把它複製過來 貼上 然後記得 AND前後 加上空白 如果這個2 要跟這邊一樣的話 那很簡單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這個2上面 蓋過去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都一樣喔 就是你貼 CDEF 有沒有 然後一樣就是看到反正就是 比如說貼的時候是2的話 那就把2改成剛剛那一串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我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那剩下還是要驗收啦 驗收的話 你就可直接切到這邊喔 按delice 這邊我應該是不是有沒改到的嗎 Target.Row Target.Row 這邊要變4個 對 要變4個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有兩個對不對 所以這邊要 1個 這邊要 1個 之前是先貼到記事本取代啦 可是我們沒有取代嘛 OK 這樣應該OK了 把它執行 這樣就跑OK了 我看一下 看有沒有work 清楚了 然後再下拉一下 有了有沒有 下拉 點一下 就自動帶出來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的好處喔 就是 你就不用擔心 程式 會一直不斷 那個Excel不會膨脹的問題 但是它缺點的話 就是你要會寫這個程式 OK 其實做真的也不算是太複雜吧 大概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 你要先找到 你的 是哪一個 工作表物件 的worksheet change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當它change的時候 如果 它的欄 哪一欄 A欄如果變動的話 你再檢查說 到底它裡面 Is empty 就是它裡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它裡面的 同一列是空的 那我就 把他們的後面這些都刪掉 反之就丟空 二選一就對了 OK 請各位試試看 這邊是把它改成 VBA的形態 去做呈現 這樣你裡面也不用保護了啦 像剛剛我們還有 先全選然後呢 把隱藏打勾 這個就完全不用了 甚至連保護都不需要 取消保護 取消 剛剛沒有保 OK 那你會發現裡面根本也沒保護的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把剛剛那個程式 其實就是在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九頁部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老師 老師 先提那個路 直接 提 可以